韩国少女时代队长金太岩 11月28日在江南发生三车连环撞事故 29日直发当时的监视器画面曝光 只金太岩驾驶的车突然从后方往前直直撞上计程车 接着三台车就撞在一起 在画面中仅仅是短短几秒钟所发生的事 由目击者指 他的车上还在是一条黑色鬼兵犬 一丝是引起车祸的主因 还没也为此访问了专家 对方表示可能是因此发生事故 如果以时速60公里速度行驶 只需一秒钟就可以行驶16.6米 即使只是看了一眼 也可能导致一场足够大的事故 事隔将近一个礼拜 太岩二日晚接受将近20分钟的调查 他承认车祸发生原因是自己的错 与狗狗毫无关系 小伙视频有了播报整理报道